問題16當然這邊你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輸入一個整數 比如輸入5好了 能夠被5整除了 那這邊有個回覆了嗎 你可以寫個回覆 按一下回覆 全部都回覆了 那要怎麼寫 我想方法很多 這個我想我就 就不給各位答案了 這個我想自己再想想看 方法很多 反正只要你做得出來 你可以重新再把顏色加 就是全部都清除掉 然後再把顏色全部再加上去就可以 你就不用說還要去記得之前 之前到底哪些 或者是方法很多 你看要全部 最快的方法就是全部 格式都清掉 然後再加原來的底色就好了 這是最簡單的 OK 然後再來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 比如說還有一些資料來源 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我想在網路上 我那個 我會放 比如說像很多同學 很多同學其實是 會來學以後 VBA 來源很多的 部分是跟證券有關的 相關的證 證券相關的從業人員 然後我在網路上有放一個 一個部落格文吧 然後或者剛好那一天上到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要抓網路上的股市的資料 然後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是怎麼樣的 這個股市的資料 比如這一頁 再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 雅虎的那個股市 我想你打雅虎裡面有股市嘛對不對 股市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那個 當日行情吧 大概 比如說我今天當日行情的塑膠 那比如當日行情裡面的塑膠呢 我這個網頁裡面的那個 我的表 這個表格我想要怎樣 放到以色列裡面分析 那或者是自動化 這樣也可以自動取得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對不對 所以